古人说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一个人命里有多少钱 七十都是有定数的 脚踏实地 积德修福 命里的财才能越来越多 命中十钱 难求百金 庄子说 达命之情者 不悟命之所 无奈何 意思是说 一个人如果真正了解命运 就不会算计命运之外的东西 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 很多时候 个人的算计在天命面前不知一提 北宋的李士衡出使高丽 回来的时候 高丽国王送了他很多丝绸金银 李士衡毫不在意 全都交给傅使打理 回来的路上 因为担心船舱漏水 傅使把李士衡的东西全都垫在下面防水 自己的放在上面 结果回来的路上 遇到风暴 人们被迫扔掉很多东西 减轻船的重量 财货扔到一半的时候 风暴停了 人们这才发现 扔掉的都是傅使的东西 李士衡的东西都完好无损呆在船舱里 千算万算 不如天算 一个人再怎么经营 也争不过天道 《红楼梦》里 王熙凤精于算计 他苛扣大家的月钱 放债升利息 收受贿赂 帮人摆平官司 府里大小事务 能捞油税的必不放过 贾府一年进进出出的银子 过他手的十万两也多 他却连几两银子也算计的清楚 逼死由二姐 他还顺走了贾连和二姐的家当 既算半生 精明的凤姐可谓是贾府的巨父 但是最后贾府抄家 家财散尽 凤姐连自己的女儿也救不了 判词里讲 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是你的跑不了 不是你的求不来 一个人不断算计别人 以求福报 其实是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不单毁了自己的福气 甚至还会祸言子孙 一切福田 不离心地 与其精明算计 不如积德行善 种下善因 才能结出善果 一个人做的好事多了 福气和财运自然也就来了 德不配财 必有栽殃 古人说 官而无德 贵如昭露 富而不易 财如晴雪 一个人做官没有品德 那么他的官位 就像是早上的露水一样 很快就会散去 如果大福大贵 却没有仁义 那财富就像是太阳下的积雪 很快就会消失 明代张居正官至首府 开启万利改革 可谓造福万民 但是他在生活上却穷奢吉欲 他发明了一种轿子 其中包含卧室 走廊 卫生间 轿子里甚至还有两个小童随逝 父亲去世 张居正回家奔丧 32名轿夫抬着他从北京一路回到湖北江陵 路上官员极力奉承 每一顿饭的菜肴都不下百鱼种 他悠闲口味不佳 直到江苏境内 知府请了一个苏州的大厨 才让张居正吃得满意 其他官员知道后 擅长苏菜的厨师 马上被聘请一空 奢靡的生活方式 让皇帝大跌眼镜 对他敬重和信任也一点点消失 张居正死后被弹劾 很快被抄家 公治告命 悉数博夺 甚至险些被开关编尸 了凡四讯有云 想百金之产者 必定是百金人物 想千金之产者 必定是千金人物 一个人的品德足够厚重 能承在身上的财富 如果德不配位 只能招来灾祸 后进赵在里 在宋州做节度史 期间横征爆脸 被百姓视为眼中钉 他喜欢商业 借助手里的权力与民争利 很快积才俱万 在他任期将满的时候 百姓开心的说 眼中钉终于拔掉了 他听到传言之后 上书朝廷又留任一年 向辖下的百姓征收一年的拔丁税 在他的统治下 民怨沸腾 宋州逐渐衰落 后来契丹人灭亡后继 赵在里 被抓去契丹军营受尽折辱 在恐惧中被迫自杀 古人说 有德而富贵者 成富贵之士而利物 无德而富贵者 成富贵之士而残身 有德的人拥有财富 有益于天地万物 没有德行的人拥有财富 只能伤害自身 财是伤命任 德乃护身福 在财富不断增长的时候 不断修行自身 提高自己的德性 才能驾驭财富 规避祸患 积善成德 财富自得 小财靠运 大财靠德 小的财富可以靠命运 大的财富靠的是德行 只有不断行善 不断积德 才能真正获得财富与福报 明代太师杨荣年轻的时候 父亲去世 回乡守孝 乡民困窘 杨家一直戒梁接计 杨荣办完丧事之后 把戒据全部烧掉 穷苦人家的婚丧嫁娶 他都出钱操办 那些流落街头的孩子 他都收养在家里 别人为了家产打官司 他就把自己的家产分一部分出去 平息双方的争执 三年之后 他回京复职 人们听说了他的德性 纷纷举荐他 杨荣一生官运横通 一直做到大学士 死后追封太师 可谓是福德身后 中国古代的财神是范黎 古人认为他是生财有道的典范 范黎功成名就之后 辞官经商 一生三次成为巨富 三次散尽家财 每次经商得了钱 他都把自己的财产分给穷人 但很快他又能聚起大量的财富 德在于吉 善在于行 层次越高的人 懂得用财富去做好事 为自己积攒福德 这样的人福德身后 上天自然也不会亏待他 一个人只有不断积德行善 才能突破业力的束缚 打破命理的定数 为期如此 才能拥有现世的福报